哇 太猛 真的太猛 一名女骑士居然行驶在国道路间 尽管她前后已经被红白马包夹 但她还是不停下 继续长风前进 安全帽还被长风吹离头部 这个女生厉害 女子游门加速猛吹 甚至转进车阵中直冲内线车道 地点在国道一号园林路段 女子狂飙43公里 一共四台警车再追她超惊险 网路流传这段影像 但原来是两年前的事 超危险的画面如今仍是引起讨论 场景转到台中 禁局购物车打闪灯临停 挡住一半车道 车上下来一堆人手提大包小包 而后方来车被逼得 只能违规跨越双黄线逆向超车 骂声连连 警方则发声明解释当时正执行外宾请募 临时停车装卸维安工作人员 后请补给品后立即离开 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也是违规又危险的一幕 在台中三明路三段 这位富人让人吓爆 要不要叫119 要不要离中没有人离开 不是啊 重点是她没在动了啊 富人竟在车道上滚了四圈 最后直接躺地不动 路过车辆通通减速绕过她 网友开玩笑说是被物流丢包 滚筒洗衣机 事后救护车到场 富人则自称有癫痫病史 才会倒在路上 还好当时民众车速都不快 要是来不及反应 富人恐怕会混沌沦下 记者 程世伟 皇强富 王世函 张化台中 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